大家好,这节课来讲一下耳朵鼻子和嘴巴的画法 首先呢,还是先海量去找素材 我这里呢,就是直接截取的是人物整张脸部的五官 因为眼睛,眉毛,鼻子,嘴巴,耳朵 这五官凑在一起,整体好看 这个人物的脸部才好看 那决定这个人物脸部是否好看的最重要的元素呢 就是他的脸型的外轮廓,以及这个五官的分布 所以呢,有的同学哪怕头发画的不好看 帽子画的不好看 但是这个脸型咱们一定要画好看 想把脸型画好看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直接找参考 找一个你觉得画的比较好看的脸 你直接描就可以了 第二个呢,就是套用我给咱们大家提供的那个人物模板 都是可以的 可以发现就是大部分人画的这个脸型都是圆脸 如果说是你想画这种带有尖下巴的这种情况呢 咱们可能还会需要注意一下下巴的位置 因为咱们的这个脸部如果说是有一个微微侧面的感觉的话 这个下巴的位置会变化 然后如果说我们画错了的话 就会显得会有一点点的奇怪 所以呢,我还是建议新手啊 直接画一个椭圆形鹅蛋脸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分别来看一下耳朵鼻子和嘴巴的画法啊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耳朵 其实在人物的五官当中最不重要的就是耳朵 就是有的时候它会被头发给挡住对吧 然后有的时候随便画一画 甚至有的人画成这种纸片状的 只要整体好看那也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耳朵的形状啊大小啊 其实都没有特别固定的标准 咱们画出来自己看上去舒服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耳朵的位置呢 大家可以现在啊拿起镜子来对照镜子来看一看 自己耳朵的位置啊 基本上咱们耳朵最上面这个耳阔吧 跟眼睛是差不多齐平的 那像是在我们插画当中会刻意的 咱们会去把这个眼睛往下给降一降啊 为了显得可爱嘛 甚至有的时候呢 咱们的耳朵会跟眉毛齐平 也是有可能的啊 咱们可以稍微画高一点 但是如果说你画的太低了的话 就感觉像长在腮上 那这个耳朵的高度大家把握好 基本上问题就不会太大 然后它的形状呢 就是一个斜着的这个椭圆形 然后长在咱们的这个脸部 上面稍微宽一点 下面呢稍微窄一点 然后呢靠近脸部的这个部分 就是个直的啊 因为被脸给割掉一块嘛 然后接下来咱们再看一看 耳朵的这个内部怎么表达 其实耳朵的结构啊 说实话特别复杂 歪歪扭扭的啊 想画一个写实的耳朵是比较麻烦的 但是由于它在我们的插画当中 确实又没那么重要 所以呢大家基本上都会对它进行简化处理 啊如果说你觉得麻烦的话 咱们就直接这样画一条线 简单的去表示一下 甚至呢都不用给它上色啊 用一个线去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呢或者是我们说不用线啊 我们用一个形状 还是只用色块 顺着耳朵这个耳库呢 给它画出来一个形状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啊就是我们耳朵都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小肉 对吧把这个小缺口给做出来 其实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我们可以给它用橡皮擦出来 那我们以这个图为例吧 这个图呢来演示一下咱们耳朵的画法 首先呢我们耳朵的形状 我先把头发这一层关一下啊 看一下咱们耳朵的形状呢就是像这样 上面稍微宽一点越到下越窄 然后呢贴着这个脸部给它画出来就可以了 还是建议咱们新手可以先画一些这种正脸啊 多画正脸的人物 然后呢如果说你想要去把它的这个耳朵变得稍微大一点 或者稍微小一点都是可以的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头发打开啊 咱们在耳朵的上一层可以呢直接吸取一下这个稍微深一点的颜色啊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颜色画出来还是不够明显的话 我们可以再降低它的这个明度提高饱和度 然后呢咱们就顺着耳朵的形状先给它这样画过来 然后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一个小肉啊 然后我们也也这样画过来 感觉好像是在画一个问号对不对 然后这边的这个耳朵呢 我们就画一个反着的问号啊 这样的一个形状 然后呢咱们再画一条线 从这个这个里面穿出来 这样去表达就可以了啊 这其实是已经很复杂了 咱们甚至有的人就直接这样去画 这个耳朵都不表示啊 就直接这样画 然后这样 甚至有人会在这写一个6啊 都是可以的 那所以呢咱们如果说想要表示的更细致一点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凹进去一块啊 写一个问号 然后呢在这里画一条线 我们的耳朵这样处理就好了 如果说你想要跟它和脸部做出一些变化的话呢 咱们就把这个耳朵的底色啊 跟脸部做出一些明暗上面的差距 就是脸耳朵的这个颜色比脸稍微的要暗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 除了这种用线的画法 用这个面的画法 咱们还是啊顺着这个耳朵的这个形状呢 耳库的形状呢 给它画出一个形来啊 然后呢咱们可以给耳垂的部分多留一点 就只画这么一部分 也就是说上面这个浅色的部分是差不多一样的啊 然后到下面这个部分就会给它留的多一点点 然后呢我们再用咱们的这个肌理橡皮 把它的这个大小呢调小一点 把这个小肉的这个地方给它擦出来啊 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表示耳朵也是完全OK的 如果说你觉得啊 这个耳朵里面还要再深一点的话 咱们给它锁定锁定透明像素啊 然后再换回这个呃画笔 再给它调一个更深的颜色 就用我们阴影选色法就可以了 调调一个更深的颜色 把它耳廓里面啊 再给它加深一层 对吧 这就是好几层的样子啊 然后呢我们耳朵呢都可以这样去画出来 这边呢也是 你不用管被这个头发挡住的部分啊 只要是我们想象的时候 就是我们只想这个耳朵就可以了 两边呢近乎对称 然后锁定住 吸一下咱们的这个深一点的颜色啊 把它加深 耳朵呢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 就完全OK 然后还有的同学会说 哎老师这个耳朵它会有明暗啊 对吧 还要再把它的这个头发对它的阴影给画上啊 也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想法 我们就用这个创建剪签蒙版的方式吧 把它的这个暗部呢给它标志出来 然后耳垂的部分啊 咱们也可以给它一个小厚度 用这样的形式呢 把这个耳朵画的更加细致一点 最细致也就这样了啊 不需要再深入刻画了 哪怕我们就画成这个样子的 都是OK的啊 在我们的这个画面当中 耳朵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鼻子的表达啊 就是鼻子其实在五官当中也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大部分的人啊 插画师在画人物插画的时候 都会把鼻子去进行简化啊 你不用去管哪里是鼻梁 哪里是鼻翼 还有两个鼻孔眼到底在哪里 把两个鼻孔眼画出来的人都很少 那咱们鼻子呢 基本上碰到的就是这么三种方式 第一种呢 就是这种小尖尖鼻子啊 就它很小啊 然后呢 如果说你的脸不朝哪个方向去偏移的 就是正脸的话呢 我们呃 就是直接向上 如果说你的脸是朝着某一个方向 比如说这个人物啊 他的脸是朝向右 微微去偏的 那我们这个小尖尖的位置呢 就对准右侧啊 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一定要把这个小尖尖画到 两个眼睛中间左右啊 如果说是有这个 呃 头部有转向的话 你转向哪 这个小尖尖就靠近哪边 转向右侧 这个小尖尖就靠近右侧啊 然后呢 还是建议大家画正脸啊 正脸永远比这个呃 有微侧面的这种脸更加的好画 嗯 然后呢 我们这个 竖向的距离 就是鼻子和眼睛的距离 你看他们这几个 几乎处于一条直线上了 就是哪怕鼻子是位于眼睛下方的 但但也不会离得太远啊 然后换到我们的这个画面当中来呢 咱们新建一层 选一个深一点的颜色啊 我直接选了这个 耳阔里面的这个颜色 咱们去把这个鼻子的 这个小鼻尖给画出来 正脸的话 我们就画一个这样的小鼻尖就可以了 然后呢 咱们在下面 这个鼻子的下面这一层 新建一层 用我们的渲染30啊 选去一个这个红色 然后我们把它调大一点点 去轻轻的啊 下鼻一定要轻轻的喷涂一下这个红韵 如果你觉得太重的话 咱们就赶紧去这个撤销 然后如果说咱们在喷涂的时候 多出来的地方呢 就把这个尖尖之外的部分 这些红韵啊 没有用的这些地方呢 全部给它擦掉 用这样的方式呢 去表现它的这个鼻子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种呢 是这种长一点的鼻子啊 咱们就可以先画出一个区域 就是呃 我们还是来分析一下吧 它可能会比咱们的眼睛稍微低一点点 但是呢 也不要低太多啊 不要比比他们 就是比刚刚我们画的这个小尖尖鼻子 稍微低一点点就可以了 不要低太多 那我们在绘制的时候呢 咱们就还是选一个稍微重一点的颜色啊 尽量的不要太重 因为我们画出来这个颜色 它就是一个红鼻头了 那我们就可以先吸取一下 咱们这个脸部的这个阴影的颜色 这个脸部的颜色 我是直接吸的小清新色版啊 咱们可以先用这个阴影的颜色来进行绘制 然后咱们的鼻梁 你希望它的鼻梁有多高 咱们就画多高 上面的这部分我们直接就这样去填充就可以了 然后呢 咱们来把它画出来 画一个这样的形状之后呢 咱们再锁定一下 锁定一下之后 我们再用这个渲染啊 再把它调成红色 把它的鼻头呢 给它染的稍微红一点点啊 稍微红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选择这个渲染 直接吸皮肤的颜色 把上面的这个颜色给它盖住 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不用笔刷啊 直接把它解锁 然后呢 选择橡皮 再选择柔化喷枪 还是调的大一点啊 就把它直接给擦掉 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我擦的好像有点多 咱们还是给它留出一点鼻梁的位置啊 都是可以的 用这样的方法呢 就可以画出一个简约的小鼻子 长条鼻子 咱们就这么去画 那第三种呢 就是纯靠线啊 就是简简单单的画出来一个鼻子 这个方式其实也比较简单啊 我们就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那个方式 跟小鼻尖一样的处理的方式啊 先吸取一个 吸取一个重一点的颜色 把笔刷条小 然后呢 我们画一个简单的这个小线条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一层下面新建一层 用这个渲染三十呢 给它喷洒 喷洒一点这个红韵 小红韵就可以了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鼻子呢 咱们就可以画出来 然后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 这个鼻头啊 一定不要被我们喷得太红 因为之前我看到咱们有的同学 下笔非常重啊 这个鼻子就会喷得这么红 然后呢 还会在这个鼻子上面啊 去点一个高光啊 非常明显的一个高光 就会感觉这个这个位置 起了一个大红痘 对吧 就是粉刺的那种感觉 但实际上这样是不太舒服的啊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鼻子 上面这个红韵啊 就是轻轻的 选了这个三十 咱们也要轻轻的去喷 然后如果说你觉得这个 我们下笔 本来就下笔很重啊 随便一画一画这么重的话 咱们就把这个不透明度降下来啊 我们少量多次的 这样去喷洒 也是可以去喷出一个 合适的效果的 刚刚说的这些呢 都是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 想法去随意的去进行调整的部分 然后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鼻子啊 接下来呢 我们再说一说嘴巴的处理 那嘴巴的处理呢 就是分成这么两种 一种就是这种只有一条线的啊 就是不张嘴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种张开嘴 非常开心的在这笑啊 然后只有一条线的这种感觉 是非常简单的啊 我们就稍微找一个 呃浅一点的红色啊 只要是这条线呢 咱们跟眼睛的颜色 做一个稍微的区分啊 因为之前看到有的同学 就是眼睛用什么色 嘴巴也用什么色 就显得那个纯色 看上去有一点点深 对吧 我们尽量找一个这种 浅一点的这种红色啊 然后我们这个色怎么去找呢 可以先吸一下这个眼睛的颜色 然后我们给它提高 咱们的这个明度啊 饱和度 就让它更红一些 看上去 然后选好了之后呢 咱们就画一下试一试啊 如果说哎我们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位置画完了以后 我们还是新建一层啊 在这个位置画完了之后呢 你觉得这个颜色还是很红 或者很深的话 我们多画几层 如果觉得它还是很红 很深的话 我们再锁定啊 锁定之后 咱们用这个渲染 吸一下咱们这个阴影的这个颜色啊 给它喷一下 就让它降下来 如果说你觉得它饱和度不够的话 咱们也可以让它 更加的鲜艳一点点啊 用这样的颜色是较为合适的啊 就是以它为主 为准去吸色 然后呢 比它稍微暗一点点的一个 稍微浅一点点的一个红色 可以这样去理解 这个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啊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着重说一下这种张开的 开心的嘴巴 确实有很多人在画这个 开心的嘴巴的时候呢 它就只是啊 它只会用一条线 像这样 只用一条线 把它的这个形状给圈出来 这就画完了 就是觉得这个嘴巴画成这样就OK了 并不是的啊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来画线条或者草图了 我们画的每一个结构 都一定要去先想一想它的这个立体的关系 如果说我们的嘴巴张开了 我们能看到嘴巴里面的这些内容的话啊 就是咱们的这个嘴巴它里面也是有一个空间 它也有颜色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啊 看看他们的牙齿是什么色 要表示出来 然后呃舌头是什么色 口腔是什么色 对吧 我们都一定要把它画出来 哪怕就像是前两张这样 我就不用去分什么牙齿舌头啊 我就给它涂一个深色 用这样的表现形式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我们稍微画的细致一点啊 就像这个样子 牙齿是一个色 舌头是一个色 嘴巴里面居然还分了两个色啊 甚至呢 呃越靠近这边光源的部分 还有一点点浅色的这种呃 渲染过的这种渐变的效果 就是处理的还是蛮细致的 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画一个开心的嘴巴 这个嘴巴的形呢 就我就先提前画好了 哦 呃 现在打开以后 根据我们这个鼻子的这个高度呢 感觉这个嘴巴好像有点靠靠下了啊 那我们这个时候 其实完全可以把这个鼻子给往上提一提 我们按住Ctrl T啊 去给它往上提一下 让这个嘴巴看上去啊 就是不要那么的贴近这个鼻子 嘴巴和鼻子之间还是要有一点点距离的 嗯 然后呢 我们锁定它 这个红色呢 就是直接选取的 根据咱们的这个阴影的颜色啊 又去给它加深 然后又去给它加红 这样选取的一个颜色 嗯 然后呢 我们来可以锁定住它 给它画一个牙齿的颜色 牙齿呢 我们就用白色 直接这样画就可以了 如果有的同学觉得啊 这个嘴巴 嗯 在那个嘴唇在牙齿上还会产生投影 对吧 你想处理的更细致一点 好的 那我们用一个这种稍微红灰色啊 这个一定是灰色为主 然后红色为辅 这个颜色好像有点太深了 我们把这个明度呢 再往上提一提 这样呢 去表示这个嘴唇 在牙齿上面的一个阴影的部分啊 然后呢 我们在其他的颜色 以它为主 用我们的这个高光的选色法 选一个这种简单的舌头的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你还想去加深处理的话 比如说有的同学 想让这个舌头啊 更受光的地方更浅一点啊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渲染 渲染30的这个笔刷 把它舌头处理的更浅一点 想让它里面更深啊 我们可以再用这个渲染30的笔刷呢 把最内部的这一部分啊 处理的更深一些 用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画出一个人物的这个牙齿啊 嘴巴这一部分啊 然后呢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还有的人他会这样去处理 牙齿呢 并没有说完全的占 占据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口腔啊 咱们会把牙齿 这样简单的 画一个小边边出来 就是还是用口腔里面的这个颜色 这样去画 让它有一个深色的小边 然后还有的人呢 会加上一些类似于小虎牙 咱们也可以在这个位置呢 去给它画出来 就是有的人觉得画那个小虎牙比较可爱嘛 或者是画一些小动物的时候 小猫咪啊 小老虎啊 这种就是会在这个嘴上面加一个小虎牙 然后呢 我刚刚加的好像有点太尖了啊 我又给它擦掉 重新画了一下 简单的去加一颗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画完了这些内容之后呢 我们还要说一下腮红的位置啊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些画面当中 腮红的位置呢 它会位于眼睛下方不远处啊 然后呢 尽量对称 不要画的太红 就是我们还是宁愿浅不要太红啊 太红就会显得非常的高圆红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在画腮红的时候 还是建议大家用这个渲染30 然后选一个红色 然后呢 我们还是轻轻的下笔 如果说是有的同学 一下笔它就这么重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不透明度呢 给调小啊 然后呢 顺着这个眼睛周围呢 我们给它轻轻的画 少量多次去填充 宁愿咱们刚刚看得出来啊 也不要去使劲的加红 加红 加的太红的话 其实没有那么好看啊 不如咱们这样浅浅的 更有感觉 就是这样的 就又能让我们的脸部有血色 然后又看上去呢 不是那么的突兀 然后在咱们的耳朵 以及这个头发下面呢 我们也可以去喷洒 喷一些这种红韵啊 因为这个耳朵的皮儿比较薄 对吧 毛细血管比较多 咱们都可以去给它喷红 可以看一下 这些人物 有的人会注意到啊 刻意的把耳朵会给喷红 好像就他注意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的啊 就是这个部分呢 都会给它去喷的 稍微的红一点点 就是耳朵的上方 咱们可以这样去处理 最后呢 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 五官的绘制特点 首先五官最重要的就是位置啊 然后确定这个位置 最先要确定的就是我们的脸型 所以说想要把脸部画好 其实脸型是非常重要的 那脸型呢 希望大家直接找画的好看的人 你就直接去给它描下来啊 或者是说直接描模板 如果说啊 比如你觉得这个小女孩的脸型五官 整个感觉都比较好看 那我们就顺着它的脸型 认认真真的把它给描下来啊 然后呢我们五官的位置 我们也要按照它的这个比例来放置啊 你可以全部换掉 你可以把它这个位置换成两个痘痘眼 然后这里换成长鼻子 这里换成一个开心的嘴巴 但是位置还是要出现在这个原来的位置 你不要因为换了一个形状啊 就给它无限的把这个嘴巴给它开到下巴 把这个眼睛距离又缩近或者又升高或者降低 不需要啊 就是因为你觉得它好看 就肯定是因为它的这个五官比例是相对来说好看的 就是我们全部都替换掉之后 如果说你还是觉得自己的这个画面 这个五官的比例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再去进行液化和调整 调整的时候呢 咱们也可以不停的去对照原图 或者是对照咱们的这些人脸 就你觉得你自己的这个人物的长相跟他们比 处于一个中上等 那咱们就成功了 这个并不难啊 大家多去尝试就可以做得到 那我们这节课呢就先到这里 感谢观看 再见 再见